所以一个风雨操场完工要请客 办75桌 真的是非常奇怪了 杰明哥 为什么会这样子办呢 过去我们说有些那种类似的情况 有需要这样办桌请客吗 这根本就是一个 由卢秀燕市长 做的一个非常错误的示范 我想风雨操场 如果大家去打风雨操场的时候呢 第一件事情 这跟盐宽也没有什么关机 基本上跟盐宽 我不认为有任何的关系 因为我们只光 我们台北市隔壁的基隆市 基隆市从2000年到现在 已经有22所学校 已经盖了风雨操场 那么总共经费 大概花了差不多是八千多万元 请问一下基隆市 有办22场的这种餐会吗 莫名其妙 而且这个你知道吗 这一次这个活动 其实事情闹很大 我觉得卢秀燕支持盐宽人的态度 已经非常清楚了 第二他没有对所谓的 他那个公保地做停水 断电断水 就表示其实卢秀燕打算 跟盐宽人绑在一起 我们就等着瞧 我相信台中市议会 民党议员绝对磨刀霍霍 像你 我觉得议会应该到市议会 咨询这笔费用是怎么来的 这笔费用是为特定人做选举吗 因为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请问一下台中市到目前为止 风雨操场你干了几座了 我估计20座以上绝对跑不掉 那你是不是照安照办理 你办了20几座的餐会 有没有 如果没有 这就是为袁宽文而做的生意 是假公帑 替袁宽文做这个造讯活动 就是这样子 为什么呢 如果各位去看 教育部其实是有一个发函 那公文呢 直接大计 我就不把它找出来 你们直接打就知道 上面就有两份资料 一份资料呢 就是由这个学校单位 你如果需要这个需求 你把这个表单拿出来 你就可以申请了 另外一个是单独为风雨操场而设计的 那有些风雨操场上面还做太阳能板 好 这个都是这样的 那因为就是因为 当时在2000年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盖那么多的体育馆 很多小朋友呢 要运动 下雨没办法运动 所以呢 各个学校呢 都有风雨操场 像我每次经过这个中山高中啊 中山女中 他也有风雨操场啊 很多朋友就在那个下雨的时候 在里面下 在里面这个打球 这个是严宽文的功劳 这钱是交易不付的 对 而且到底这个台中市政府 有没有付这笔钱 按照我所看到的资料 基本上都是教育部百分之百补助 而且是一致性的 是中央补助的 对 刚刚这个基隆市四座盖好了 高雄市在这个礼拜 刚刚好三座已经申请到经费了 是全台湾每个学校 都可以申请风雨操场 那要言宽的句子是代表 对功劳又归他 这个有关有什么关系 这个钱是教育部的 只要你区公所有提出 对民众运动的需求 有教育补助 如果你今天这个理由 它很简单 就是你附近的人口数多少 然后附近的运动设施怎么样 如果是学校的话 就是你们有多少学生 学生运动操场的现况是如何 那你们操场面积是多少 你只要填那个表格 我看那个表格很简单 就两页 那个内容也不多 你就填上去之后 教育部就按照时间序列 就会开始排定了 而且事实上这个案子 是在2020年底发包 2021年 是今年发包的 对今年才发包的 是今年台中 这个台中教育部发包的 那得标厂商好像花了几百万 就得标了 那根本不可能是 言宽跟争取了 根本跟你言宽有什么关系 我都不知道 而且重点是什么 鲁秀燕市长你要讲清楚 因为你在六天前的时候 就已经做了一次 启用的活动了 当时你的 你如果面对操场 请问你左手边是谁 左手边就是言宽恒 当时就有说一句话 就是这个活动 不准这个林静怡进来 所以这区公所的活动 所以我们以为这个事情结束了 你已经有启用工程了 启用工程完 再来一个这种伴办事物 而且你知道吗 我认为这个地方 很特别的事情是 还特别邀请了这个网红去 那网红一定播出来了 所以现在很多礼都吃不到饭 结果怎么这个地方有办 造成现在他们的策略 就怎么样子 其实我们最近在报说 他吃饭的事情 这是一好一坏 这有正法 正面就是说 那这个选举大家都不要请吃饭 负面是什么呢 让李明觉得 你看都是这个林静怡团队 害我们现在没饭吃 绿云害的然后没得吃 他们现在手法就这样子 他们手法就刚才讲了 一个手法就是 好那我们就故意说 林静怡去哪里 我刚才讲了 那林静怡以后谁都不去 我不去你也不要去 你没有曝光绿 我把你锁在出门 锁在门口 那这场活动说邀了何心传 对让大家都知道 其他里 这样就有蓝绿平衡 其他李明都知道说 你看这个地方吃得到 我吃不到 这个民进党害的 所以我认为 卢秀燕市长 你必须要讲清楚 这笔驱公所的费用 是有哪个项目支出的 那一样道理 你其他到底有几所学校 盖了风雨操场 那么这些风雨操场 有没有一样办两次 一次所谓的这个 启用典礼 一次再来 如果看以金融市为例的话 大概就是教育厅长 教育局长 过去开会一下 大家启动了 小学生开始打球很开心了 或者是都没有所谓的 也有部分有政治人物 我也说是有政治人物 这也不是没有 但是大部分就是 这个就教育局的一个费用 所以我就要问一下 卢秀燕市长 你现在台中市 办了几个风雨操场 你请了几顿饭 为什么这顿有 别人没有 这是不是台中市 意图用公帕 替盐宽恒造势 哪有可能一个操场 开两次 杰明哥 那这一桌 大家多少钱 75桌 这个少说这个菜色 应该是四五千块 跑不掉吧 这种菜色 你看到已经有到了 焗烤虾 已经到了这个樱花虾 还有生鱼块 还有这个巴西的蘑菇 我看这个费用 没有四千块 跑不掉了 那你这么多桌 这个公帕多少钱 我觉得议员要到 到质询 把区公所所长叫过来 为什么有这笔钱要报 你的费用是如何 那你以前有别的办吗 其他区公所有办吗 把这个讲清楚 我觉得今天 卢秀映市长 没有把这个公保地 断水兑电就挺糟糕了 今天你是不是试图 公然用台中市的公帕 替盐宽恒造势 你要讲清楚啊 是 来听这一面要补充 这一桌四千块 总共是七十五桌 对 四千块 一桌四千块 所以这样要十几万了 那个区公所 区公所打电话给我 赖给我 他可能知道我在骂他 赖给我说 我问他说你一桌多少钱 他说四千块 办了七十五桌 他说他愿望啊 这不是他办的 就像杰明哥讲的说 那到底要办几场 那么你用这样子的公帕 来帮袁欢恒来造势 那到底要办几场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东西真的是很不对等 而且他这个案例一出来的时候 又不知道台中市政府 又有什么礼办的一个 什么办公室落成 因为现在如果大家都说 不知道一推二五六 难道就没辙吗 又不知道哪个礼又办了办公室 这个礼的活动中心 或者是什么区活动中心 这种地方很多 那一样到底分两次 一次请人关闻剪彩 一次请吃饭 然后说这是区公所的办的东西 所以林静怡不能去 这个事情是不是公然会选 这个问题是市政府要处理的